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来看到日本 日本经济新闻公布 日本企业职工夏季奖金发放情况调查结果表明 今年夏季日本企业职工人均奖金为79.38万日元 约合7816美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8.48% 再来看到中国 又一名与中共中央前政治局常委 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有关的官员落马 中共中纪委和大陆监察部官网宣布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李威 涉嫌严重违纪 正接受组织调查 接着看到美国 美国空军14号宣布 由于美国经济形势不胜理想 美空军决定在各级指挥系统中裁撤3459个岗位 未来5年 美空军可节省16亿美元 最后看到欧洲 德国将发行一枚纪念邮票 庆祝德国队于氏族赛的胜利 这枚邮票甚至在氏族冠军赛 德国对阿根廷之战位开打前就已经印制了500万枚 乌克兰东部局势进一步恶化 乌克兰一架军用的运输机 被疑似来自俄罗斯境内的火箭击弱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当天指责 俄罗斯刻意升级两国的边境危机 来看记者安娜来自乌克兰基辅的报道 乌克兰政府军与亲俄叛军间的冲突 自周末以来持续恶化 总统波罗申科指控俄罗斯军方 参与分离武装对政府军的攻击行动 乌克兰军方发言人周一指出 俄罗斯正在乌俄边境增加军力 同时由俄罗斯雇佣兵支持的分裂分子 曾向乌克兰边境开火 企图掩护装甲车进入乌克兰 乌克兰安全部门表示 在靠近乌克兰的俄罗斯托夫地区 俄罗斯特种作战部队已经收到 周二入境乌克兰的指示 乌克兰国防部当天稍早表示 一架参与反恐行动的军用运输机遭火箭击落 而火箭的发射地很可能来自俄罗斯境内 与此同时 卢干斯克的反恐行动仍在继续 根据乌克兰反恐中心的消息 一些恐怖分子及装甲车 已经开始从卢干斯克撤回到乌俄边境 另外在印尼斯克和卢干斯克区域 特律師傾向100多人 人們只為了開放的免費和自由 只要開放的免費的位置 而且如果他們也太興奮在其中的地方 安娜, NTD News, Kyiv 鏡頭轉回台灣 今年4月25日 陸軍阿帕契AH-641直升機 事事撞擊龍潭明宅 造成全機報廢 陸軍司令部今天公布失事原因 排除機械故障 認定是氣候因素 造成飛行員判斷錯誤導致墜毀 本調查小組確認排除機械因素 為失事原因 突逢龍潭基地 雲層驟降到200英尺以下 自飛機無預警靜雲再掀 飛機由269英尺 掀爬升到738英尺 再陡降失事 噪音為環境與人為的負荷因素 由於肇事的原因並非基建故障 因此國軍恐怕無法向美方求償 正於肇事飛行員 勒定停飛6個月 並進行心理輔導 而後續台灣還有12部阿帕氣直升機等待交機 陸軍表示交機騎乘不受影響 今天台灣依舊是非常熱的天氣形態 昨天的當日用電量也創新高 瞬間的尖峰負載量達到了3497.65萬千瓦 讓我們連線到在氣氧局的記者 告訴我們最新的天氣情況 聽風 好的 主播 今天天氣還是相當的炎熱 那今年的第九號颱風雷馬遜 會對台灣造成怎麼樣的影響 讓我們來看一下稍照的訪問 雷馬遜颱風在昨天晚上八點 已經形成為一個中度颱風 那預計呢16號到18號 它逐漸的會通過呂宋島 而到南海附近一帶 那到南海附近一帶的時候呢 它的強度還會再繼續略微增強 那這個颱風呢 對我們台灣並不會直接的影響 今天全台各地都是高溫而炎熱的天氣形態 不過呢 在鷹封面的東部以及東南部地區 逐漸會受到雷馬性颱風 通過呂宋島附近的關係呢 會有一些水氣被帶上來 會有短暫的陣雨 那西半部地區基本上都是 午後的局部短暫雷陣雨的天氣形態 各地的高溫大約都在34到36度 所以是屬於比較相當炎熱的天氣 氣象局也特別提醒民眾 在今天中午過後 也是會有短暫陣雨的現象 出門要記得攜帶雨具 讓我們把鏡頭交換給棚內 好 謝謝亭峰 接下來請看今天的 《財經100秒》 花旗集團表示 願舊有關花旗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 出售房貸抵押擔保證券 募導投資人的指控 支付70億美元 以搭乘和解 信用平等公司標準博爾指出 中國經濟趨緩 中型銀行受限於規模 信用風險提高 未來12到24個月 中國的中型銀行 可能受到最大的衝擊 美國科技網 Apple Insider表示 蘋果5.5吋版iPhone 6控制機殼量率問題 以及觸控面板在螢幕邊緣感應不佳等限制 無法與4.7吋版同時在9月底上市 美商謀制力推的FIREFARS OS手機 或許一年銷售100萬支 美商謀制營運長 暨台灣分公司執行長 公立表示 本期將在印度和東南亞推出 FIREFARS OS手機 目標未來一年銷售1000萬支 新唐人亞太電視整體報導 美國司法部週一宣布 花旗集團已經同意支付70億美元 就美國政府有關花旗 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 出售抵押担保債券 誤導投資者的指控達成和解 即美國司法部先後向摩根大通 和法國巴黎銀行 開出130億和90億美元的天價罰單之後 花旗集團也不其後塵 以70億美元了結司法部的進一步調查 在這70億美元中 40億用來支付美國司法部的民事罰款 5億用來支付美國聯邦儲備保險公司 和州監管機構 同時向在金融危機中陷入困境的 購房投資者支付25億美元 受此影響 花旗集團當天公布的第二季財報顯示 當季净利潤大跌96% 從去年同期的41.82億美元下滑到1.81億美元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 中華經濟研究院上午公布最新今年台灣經濟預測值 今年成長率預估有3.15% 比起4月時發佈的預測值增加0.1% 同時也首度公告明年的經濟成長率 預測值為3.2% 中經院內部預期經濟如果持續好轉 美國最快年底前就會啟動升息 比預常預測提前至少半年 接著我們來關心下節新聞重點 台北電視界承辦人 知名製作人徐家森 在北京遭到中共當局限制出境 目前情況依舊不明 世界杯足球賽落幕 如堂巴西隊只拿下電軍 巴西隊教練斯科拉里宣布離職 更詳細的新聞內容 請鎖定新唐人五件新聞 南二高白河交流道下 白河台灣電影文化城 耶 三立台灣台細說台灣 這部拍片現場 就是白河台灣電壓車 快來看喔 雲圈依舊紅黃 最有趣的漢字動畫教育節目 悠遊自在 容获第四届广播电视小金钟奖 并获得NCC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评选为最适合 十大十二岁小孩 观赏的优质儿童节目 我觉得很幸运 可以当评审 因为我看到一个 真的很棒的节目 因为我自在 那个节目之所以得奖 第一我觉得它做得很细致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它有很多的内容考据 很认真 然后它在呈现的时候 用了很多的变化 让我们觉得很想看 不会觉得疲倦 圆这个字 是由蜜和炭 符合而成的 炭啊 就是一种勇猛的野猪 我知道了 这就是说 这套绑住人与人之间的私绳 是连野猪都拉不断的 透过生动有趣的文化故事 带领孩子了解造字的由来 每个笔画背后的意义 孩子从此不会再写错字 学习到像网字以前 我都很容易跟那个钢材的钢搞混 家伏文那个地方 然后演变到经文 让我比较容易记清楚 那是很好的教材 因为他讲的一些故事都是向善 请一默 启发小孩子同彩之间的互动 对人的态度 我觉得如过自保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他真的是对我们教育很多 这个有很大的贡献 最新的悠游自在2 全套共7册 每册含精美故事绘本与动画DVD 汉字的动画教育家 悠游自在 现在就立即拨打订购电话 02-2268-3252 分机1125 让孩子的国语文能力 从现在就开始提升 欢迎回来 带您关心台北电视节承办方 核展影视公司负责人徐家森 经常在北京遭到中共当局限制出境 目前情况不明 而昨天海基会已经证实这个消息 但究竟原因为何 中共当局没有任何的交代说明 中共对台商限制人身自由又一桩 台北电视节承办方 核展影视公司负责人徐家森 12日要从北京机场返台 却被中共当局限制出境 但没有说明理由 在北京然后就被限制出境 不晓得海基会这边 有没有接到这样的通知 我们有在协处这件事情 所以是12号当天 就在他要回来那天的那天 对 礼拜六 海基会证实 重量级制作人徐家森 12日遭限制出境 两天来 尽管海基会有和大陆海协交涉 但目前情况仍不明朗 是因为是电视节主办人的身份 所以才被限制出境 这我不知道 现在目前还没有消息 陆方还在 我们有跟海协联系 他们还在了解当中 目前还没有海协的消息 目前记者无法和徐家森家属 有人取得联系 新台亚太电视 张之轩 卢天长 台湾台北报导 台北电视节承办人 知名制作人徐家森 在中国大陆遭中共献出境 消息已经没彼曝光后 引发关注 由于时间点正好是台北电视节 公布本届参展入选名单前夕 是否与中共友谊杯葛 新唐人电视台报名参展有关 海基会方面还在尽情了解 不过新唐人节目老外看中国团队 在脸书上发表声明 老外主持人郝一博和制作团队高举自排 守护台湾自由 表示为了自由 新唐人绝对不会退展 同时也谴责中共威胁台湾公民 并呼吁各界持续关注事件发展 中国大陆新疆自治区阿克陶境内道路 13日晚间实时发生山崩 土石流导致中巴友谊公路中断 有300多辆车及1000多人被困 南韩三星电子在中国的供应商东莞新阳电子 日前遭老团指控使用同工 三星电子14号表示发现有可能证据 显示新阳电子存在同工与其他非法雇用情况 已经终止与东莞新阳电子的商业合作 近来许多高官非正常死亡 河北省邯郸市寒山区前工信局长崔元林 日前在高速公路上突然跳出计程车后撞车不至 家属怀疑崔元林跳车前大量吐血 可能有人幕后相逼 大陆的奇葩建筑一座比一座雷人 近日即将投入使用的山西省太原博物馆 因其外形及颜色与桶装素食面的外包装十分相似 引发民众吐槽是五桶素食面 五个大碗面 而这建筑总投资达8.3亿元 新唐尔泰电视整理报道 瑞士各地法轮功学员上周末 聚集在瑞士旅游圣地卢塞恩 纪念720法轮功反迫害15周年 7月12日上午 70多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瑞士旅游圣地卢塞恩的天鹅湖畔 呼吁各界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5年的残酷迫害 伴随着祥和的风法掩饰 法轮功学员随随随随随用德语和中文向人们介绍 这是一部分我的生活 但是它也有助于跟同伴们 一个更新的理解 而更新的理解 而更新的理解 由人们驻足观看 仔细聆听 有的则从资料点 领取更多的资料 了解详情 新唐人记者西蒙 仁静 瑞士 卢瑟恩报道 新奇一 香港中学文凭式放榜 共有两万七千多名考生 获得入大学的资格 其中有奢明的考生 考得七科五星星级的佳基 并获得文凭式状元 而近年来 香港日益赤化 激发年轻学子投入社运 不少状元生也都表态尊重 和认同赞众活动 亲近12名状元来自 9间传统英中名校 其中港岛圣保罗 南里中学有三名状元 成为状元工厂 另外有三人由于数学科 夺两项五星星级 荣登16星的超级状元 出生基层的 华英中学超级状元杨志聪 今年有参加六四悼念集会 又支持赞中和公民抗命的理念 传统名校黄人苏苑的状元 马国民也赞同赞中 占中的发起人 他们的立场 或者他们的目的 其实是我自己挺欣赏的 他们是希望香港 达到一个真正的普选 协英中学超级状元 陈永延认为 赞中有意义 本身打算攻读一课的他 最大的减压方法就是写食品 另外2012年因反国家而创立的 学民思潮 多名成员都是应届考生 当中召集人黄之锋更是焦点人物 他透露已达到考大学的最低标准 未来也会继续投身学运 新唐人记者梁真 在香港报道 2014年在巴西举办的 世界杯足球赛入幕 备受瞩目的主场巴西队 竟拿下电军 表现不尽理想 球迷期望落空 也迎来不少的批判声 外媒报道 巴西队教练斯科拉里宣布离职 为球队的失败表示负责 有报道称斯科拉里被解雇 也有报道称 他是自己辞职 巴西足鞋仅宣布 不再跟斯科拉里续约 被巴西足鞋解聘的 还有整个技术委员会 包括曾带领巴西队 夺得1994年世界杯冠军的 技术顾问佩雷拉 巴西主办的这场全球性赛事 获得广泛赞扬 但巴西足球队表现欠佳 仅获得第4名 先后以7比1和3比0 惨败给本届冠军德国队 和季军荷兰队 斯科拉里曾表示对失利负责 并称会让巴西足鞋决定自己的未来 在上周与荷兰队的比赛中 球迷对斯科拉里发出嘘声 外界指责斯科拉里战术错误 批评他放弃巴西漂亮足球的传统风格 现年65岁的斯科拉里 出任巴西队主教练后 2002年带领巴西队 在韩国夺得大理审碑 他还曾为葡萄牙队和切尔西队效力 目前他的去向备受外界关注 路透社快讯报道 根据美国地址调查所 菲律宾南部外海发生规模6.4强震 目前还没有立即传出伤亡 南韩统一部发言人金毅道今天表示 北韩今天上午透过板门店联络管道电话通知南韩 同意于17日在板门店南韩辖区和平之家讨论北韩参加人专亚运事宜 包括国会大厦伦敦塔桥等知名重要地标 将于8月4日熄灯一小时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接着我们来关心下节新闻重点 台北市府机查84间公司力游泳池 发现超过三分之一的游泳池不合格 新兴的极限运动 水上钢铁人在嘉义部带游停港亮相 高超的飞行技术让观众惊呼连连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请锁定新唐人鲁坚新闻 钢板屋顶的守护神可以达到防水和热和音 防救就是护年站 钢板屋顶的守护神可以达到防水和热和音 防救就是护年站 我们寻找真相 我们渴望自由 我们守护台湾 可是 是 麥克風啊 我們愛真相 我們愛自由 我們愛台灣 我們INTD 開啟INTD有三招 第一招 打開商店 第二招 搜尋INTD 第三招 下載安裝APP 讚啦 開啟INTD 你就掌握先機 歡迎回來 炎熱的夏天 很多人都喜歡去游泳 但是台北市政府機查84間公司力的游泳池 發現超過三分之一的游泳池不合格 包括救生器材未配置妥當 以及救生員的證照失效過過期 原來天氣來到游泳池玩雪 最消暑不管是SPA 水療區還是泳池區都擠滿人潮 不過台北市政府針對 把四間公司力泳池進行檢查發現 超過三分之一的泳池不合格 在初檢的時候將近有39件 39件的不合格 按照比例的話高達達到35.7% 所以這個比例有三分之一不合格 所以是相當高的 在救生設備上面 我們初檢的時候 那是有大概三家有缺救生繩 那另外比較常見的缺失 就是救生員證照失效或者是過期 用探權設備像是浮水單架 救生桿 救生繩都在抽查範圍內 也要清楚標示水池的深度 經過複查後 83間廠商都合格 僅剩下一間廠商未提供旅保資料 還需要複檢的單位是成功高中 因為它有對外販售這個 游泳池的月票的票券 那這個部分是需要去辦妥旅約保證 確認大概7月底應該是可以辦妥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就是限期改善 消防官認為 這個用池相關管理法則權責太低 業者緊貼性不足 現在體育署也在引領提高 相關法律位階訂地明確罰則 新唐人雅天電視 胡宗漢 張雲廷 台灣台北採訪報導 那您看到一個新興的水上極限活動 它的名字叫做水上鋼鐵人 日前在嘉義布袋遊艇港亮相 那它是利用這個水的沖力 讓人像海豚一樣從水中跳起來 還能潛入水裡 就好像電影裡的鋼鐵人一樣 穿著救生衣 腳踩接著兩條黑管的裝備 另一頭接上水上摩托車 靠著車子的馬力送出水珠 就能一飛沖天 還能在海面跳搖翻騰 也可以像海豚一樣 在水中高速穿梭 高超的飛行技術讓現場的民眾 輕忽連連 紛紛拿起相機和手機拍個不停 第一次看到 真的是很厲害 六十多人 四十多人 到我們這裡看一遍 真的讚 好 好 好 被稱為水上鋼鐵人的水上飛行版 Flybro 除了利用身體的平衡來控制上升 潛水和滑行方向外 是有技巧的 如果是往下的話 潛水一定要頭先下 千萬不要身體先下 那跟跳水一樣 不小心摔下來的時候 要往側面 再跟側面 往側面撐一下 然後我們在水裡面 準備要起來的時候 記得就是兩隻腳要打直 想體驗飛天入海的極限運動嗎 只要你膽子夠大 平衡感夠好 不管是大人 小孩都能化身成為水上鋼鐵人 新南兩台電視 侯瑞霞方亞賢 台灣嘉義採訪報導 接著帶您看到7月15號的天氣預報 早安,我們來看你 要打算默的 你的心 在你懷疑 打算 離開 我不多 用 離開 自己 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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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